据台湾媒体报道 比克班队长基地于上月27日入伍服役 因全球各地都拥有大批粉丝的支持 每天都有无数人透过军队官网写信给他 导致海量的信件瘫痪部队造成困扰 让YG娱乐法文喊话 为了基地在军营的生活 希望粉丝可以自聚 这样情况持续发生的话 基地不只是对军中队友们的歉意越来越大 无法每封信都一一读完 也会感到非常抱歉 在新的环境可以收到来自粉丝的应援 给基地很大的力量 但为了他的军旅生活能顺利 还希望粉丝能谅解克制写信 事实上基地所属的白骨部队 8日就曾在官网粉专紧急发文 用韩日英中四国语言发出公告 请粉丝不要再寄信 改为在BF下方统一留言 费凡娱乐整理报道 不得了 不得了 嘗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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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嘗嘻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